这个视频咱们说说PS5的游戏存档 先说第一个问题 PS5游戏机的游戏存档文件在哪 首先我们按三角键 来到设置 进入存储 左侧有主机存储 还有扩展的M.2固态硬盘 游戏的存档都在这个主机存储里面 然后它的右侧有一个叫已保存的数据 这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PS5游戏 一个是PS4游戏 我们先看看PS5游戏的存档 这个需要等一段时间 游戏越多等待的时间越长 它默认是按照大小排序的 最大的在上面 给它i5占了412兆 最终幻影器重置版397兆 塞波朋克272兆 我还记得以前PS2游戏机上 存储游戏需要记忆卡 那个机卡是8兆或者16兆的 那时候的8兆相当于是现在的1兆 第二个问题 这些游戏存档怎么删除 比如这个月球的这个 占295兆 我并不是很喜欢 只玩了一个开头 我想把它删掉 那首先先选中它 先勾选它 然后呢 点右侧的 删除 此保存的数据将被删除 OK 这儿有一个提示 因为我现在这个是会员 会员有自动保存记录的功能 问我是否要继续 我说是 这样就删除了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PS4游戏 我的PS4游戏比较多 等待的时间会长一些 下面说第三个问题 如果我们把游戏删除了 这个存档会不会被自动删除 这个不会 比如这些PS4游戏 都是我以前玩过的 有正式版 也有一些是测试版 像这个2K20Demo 我之前在2019年10月玩过 留下了134兆的文件 这有一个Demo 后来我又买了这款游戏 虽然现在我把游戏删掉了 但是存档是一直保留在本集里面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删除 PS4的游戏记录存档删除方法 和PS5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在两个目录 下一个问题 光盘版的游戏和数字版的游戏 是否通用 回答是通用的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 我之前买过一个战神的光盘版 它有存档 后来我把光盘卖掉了 又从港服的会员里面下载一个战神 是可以继续使用之前的存档的 这个没问题 下一个问题 不同区域的游戏存档是否通用 这是不通用的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 我们看这个画面 这有一个大表格2 这是2022年4月29号的 下面还有一个大表格2 这是2022年9月7号的 这两个都是PS4游戏 那为什么有两个存档呢 原因是这样的 我们先看这个 今年4月份的游戏 那就是这个光盘版的游戏 这个方言大表格 虽然它有中文 但是它不是港服的 它是二驱的 好像德文版吧 但是它有中文 这张光盘游戏 我已经玩到第二关了 但是后来我买了 二档复原 那里面有一个港版的大表格 我又下载了一下 没想到记录存档是不通用的 我只能从头玩 同一款游戏 一个欧版一个港版 但是它的游戏存档是不通用的 好 说下一话题 这些存档怎么备份 或者说是否能云存储云备份 是可以的 需要开通一档会员才可以 我们注意看上面 有一个叫上传云存储 它前面这个图标呢 是会员的标志 怎么切换啊 按这个手柄的R1和R1 它可以切换上面的标签 现在等待时间比较长 它在检查云端存储的存档 我们购买了一档会员之后 它自动会把我这台PS5 或者PS4上的玩过的游戏存档 备份到云端 也就是我之前玩过的 所有的游戏存档 它自动在港幅的会员云端 开了一个云存储 自动存在上面 我们注意看右侧 有一个叫云存储 PS4可用102G 看来空间还是挺足的 这个平时我没怎么管过它 好下一个话题 这台PS5上的游戏存档 是否可以通过U盘 给它存出来 然后再到另外一台PS5 或者PS4上 继续用这个存档 是这样的 我们注意看这个位置 有一个叫复制USB盘 这时候我们需要插一个USB的U盘 具体怎么做U盘 需要用EXFAT的格式 之前做过视频 先让PS5能识别这个U盘的分区 识别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游戏存档 找一个小一点的 比如说这个底特律 先切换到这 叫复制到USB盘 然后选择游戏 然后右侧叫复制 选择了237兆 它一共有两条 这一个游戏一共有两条 需要20几秒 这个每个游戏 它这个数量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8 有的是更多 看你在这个存档里边 存了几个记录点 现在复制完了 这个U盘就有了 这个游戏的存档 至于说能不能在 别的机器上用 我没测试过 应该可以 要不干嘛把它复制出来呢 对吧 这也算是手工备份 目前这个方法 仅适用于PS4的游戏 在PS4的游戏里面 才会出现复制到USB盘 我们进入PS5游戏 它是没有复制到USB的 它只能采用云端存储 PS5游戏 好 下一话题 PS5是否能用PS4的存档记录 这是可以的 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PS4版的战神 我开始在PS4游戏机上玩 后来我有了PS5之后 安装并打开战神 它自动会有一个提示 说是否使用PS4的存档 我说是 这样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神秘海域 这个神秘海域之前也是PS4版 我也玩过 后来我又买了PS5版的重置版 那是真正的PS5版 它同样也可以调用之前我存的PS4游戏的存档 也是可以继续玩的 还有那个最终幻想7 重置版 我之前也是在PS4上玩的 后来玩PS5版 它也可以使用PS4的存档 好像需要手动给它加打一下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们能有点参考帮助吧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